打算在不久的将来会转用一支新销点 今天沃苏利云在这里已经接近超分了 因为领先到53分 就是说他是争取 摆了两个手架都觉得不舒服 换边换右边 好球 如果我们对到球员的这个位置上 就觉得很难 换球 换进 起来以后 对着希坚斯也曾经出现过 一些大幅领先的情况之下 输了一个比赛 这盘球呢 打中带 需要一裤弹起来 换球 但是拌球做多了 是顶还是不顶 这个走球呢不够精确啊 够精确 要打中带 多远啊 因为香港的学院也有我们香港桌球队的 分基地在这儿 我想沃苏利云就非常不满这个白球的位置 会不会还够位呢 咖啡球 哦 他在看其他东西 有可能够位 说到看远了 有我们香港出球队的训练基地 其实本身 最左方的红球 最左方的红球 安不安全呢 够过去 他够最左方的红球 他认为这个位置都是安全 他够阻挤到啊 没问题啦 红球轻轻震一震啊 要打进阶段的话 阶段放点位置 两个球都没得进攻中央的 所以不教这个阶段 现在撞过去吧 有角度的话就 撞接近黑球的那个红球 起码动是最大的 一次撞得好的话 分分钟是赢得一局 还错了目标 白球也是打得比较远 但他现时撞完之后 那几个球的效果就不错了 只不过白球的位置不理想 有此理想 又被他抖入 1 反过来的吧 多何观赢呢 马上的 咖啡宇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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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宙 还可以吗 可以 但便 反过来的便宜 要再做一些修正 奧蘇利雲 軟台的進攻 這頭說你若這頭立刻打入一隻 撞不撞 還是用下一個紅球教藍球開派